稍微了解了一下双氧水 发现在养花过程当中还是很有用的 杀菌消毒治疗烂根烂静 都是不错的选择 那接下来就详细聊一下双氧水 双氧水就是过氧化氢的水溶液 分子氏是氢二氧二 我们都知道平常喝的水就是氢二氧一 这个氢二氧二就是比氢二氧一多了一个氧 氢二氧一平常说的时候就说氢二氧 把那个一就省略了 光氧化氢就因为多了这一个氧 就变成强氧化剂 适当的情况下 它的这一个氧就会跑出来 纯的光氧化氢是一种淡蓝色的粘稠的液体 可以跟水任何比例混合 淡水混合之后呢就叫做双氧水 就变成无色透明的液体 我们平时在药店能够很随意买到的双氧水 都是非常低浓度的双氧水 因为高浓度的太危险了 这个是不能随便买的 一般就是3%或者6% 我买到这瓶是6%的 双氧水可以有很多的用途 比方说有军用 医用 工业用 给人的伤口消毒杀菌的 一般是3%的双氧水 给我们的兰花用的双氧水的浓度 最高不能超过3% 根据不同的用途调配不同的浓度 前面说过双氧水里的过氧化 竟是轻而养而多一个氧 遇到有机物的时候 这一个氧又可以放出来 所以双氧水可以给盆栽兰花的根系 补充氧气 平常我们说到养兰花的时候 经常会说通风透气通风透气 尤其是附生兰 根部一定要透气 我们在选择植料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透气性 就是因为根要呼吸需要氧气 氧气不足 呼吸不畅 同时也导致食欲不振 根吸收肥的能力大大减弱 那此时细菌就很容易乘虚而入 烂根就要发生了 所以根部有足够的氧气 这一点对兰花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兰花已经烂根了 我们有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 打开换盆换植料 那有没有不用换盆的方法呢 当然有 双氧水灌根 用双氧水灌根 是从两个方面去治愈烂根的 一个方面是双氧水本身就能直接杀菌消毒 另一个方面就是前面说过的 它能释放氧气 给根部补充氧气 氧气充足之后跟的呼吸自然顺畅 胃口也好了 吃麻麻香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自愈能力 抗病能力自然就增强了 说了这么半天 说的这么热呢 灌根用的双氧水浓度是多少呢 这个很关键 3%的双氧水 一毫升兑一升水 6%的双氧水 一毫升兑两升水 给出的这个浓度就是比较安全的浓度了 如果只是为了增加氧气的话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或者轻微的烂根这个也可以 如果烂根比较严重 可以适当的加大一点浓度 但是也不可以太浓 可以改成 3%的双氧水 一毫升兑800毫升水 那6%的就是1600毫升水 我给出的这两组配比之间的配比 也是可以用的 如果没有烂根 只是想增加根系的氧气 灌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有烂根 那就要连续用几次 可以是每五天用一次 连续用四次 如果觉得五天不好记 改成每周一次也行 另外新换盆的花 也可以用一次双氧水灌根 这样呢 也能帮助它尽快的适应这个盆 双氧水在释放氧气的过程中 也会让盆里的质料变得更疏松 根系的供氧量增加之后 呼吸顺畅 胃口大开 这时候虚肥量也会增加 所以用过双氧水之后 肥也要跟上 这个肥要跟上 也要考虑其他因素 比方说 它正处在休眠期 不需要施肥 那就不要施肥 意思就是说 施肥当然要综合考虑 按照养护过程的正常需求给肥 不能因为给了双氧水之后 它长饭量了 就可以在不改给肥的时候给肥 不过双氧水能帮助植物 吸收更多的肥料 在合适的时候 我们也要加以利用 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 如果是一般性质的乱根 还不算太难办 遇到软腐病 双氧水能治吗 可以的 只是使用方法和浓度都需要调整 先说浓度 这会儿需要强力杀菌了 所以直接用3%的或略低于3%的 但我这个是6%的就需要自己再勾兑一下 使用的方法是喷在患处 如果是在叶子上直接喷 当然叶子其实还有一个更快捷的方式 就是减掉 把患病的叶子减掉就行 如果患病的部位呢 能够很合适的 全部被减掉 减掉之后剩下的部分 完全看不到黑腐 那这个时候喷或者是不喷双氧水都可以 那我的选择其实是不喷 除非减掉之后它又重新出现 那这个时候我会喷 如果黑腐是发生在花茎上 或者叶子比较靠近叶柄花茎的位置 用点杀菌的东西会更好 比如说双氧水 具体用法是这样 先把能够比较容易去掉的黑腐的部分去掉 然后用3%的双氧水 直接喷伤口 喷完之后 放一边晾着 晾干之后呢 再用千分之一的高盟酸甲水 容易泡30分钟左右 然后取出来放一边 不要用水冲 可以放一天到两天 就是裸根放着 但如果您不放心 或者觉得空气实在是太干 也可以像我这样 底下放水 上面盖纸 让根悬空在中间 这样就不至于太干 也不会过湿 当然还是透气的 因为那个纸跟杯子之间 有非常多的空隙 这样悬空一两天之后 就可以正常养护该怎么养 怎么养 基本上经过双氧水加高盟酸甲的组合拳之后 黑腐细菌基本上能杀得差不多 剩下的就是好好调养身体 慢慢恢复 在整个复原阶段 保持伤口 干燥 环境通风透气 如果您看过上一期 高盟酸甲与兰花的视频 到这儿不知道您心中是不是有疑问 上一个视频里刚提到 高盟酸甲遇到双氧水会发生爆炸 怎么这儿就开始交替使用了呢 原因是我们用的高盟酸甲溶液 是千分之一的 非常的稀 就那么一点量 也擦不出什么火花来 所以可以放心的用 但是如果家里同时有高盟酸甲和双氧水 存放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像我就分开在两个地方存放 除了前面说的那些用途 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比方说水培的 低一点 或者喷一点涮氧水到水里去 也可以给水增加氧气 同时也能杀死水的细菌 还可以给花盆杀菌 也可以给植料杀菌 不过植料这个如果是很少的话 喷一点也好 如果是很多植料 我觉得还是用加热的办法 比较经济实惠 双氧水还能杀虫 如果这个虫没在花上 那您用3%6%的随便用 随便喷 但如果这个虫是在花上的 那就不要高于3% 2%的就足以杀死虫和虫卵 如果是3%的 就是1毫升双氧水加1毫升水 如果是6%的1毫升双氧水加3毫升水 据说双氧水还能促进种子萌发 因为双氧水能软化种皮 有一些种子的皮就是外壳不是非常硬吗 影响萌发 所以用3%的双氧水泡种子 泡30分钟 它的皮就能给泡的软一点 同时还能杀死种皮上的细菌 所以就能促进种子的萌发 哦对了 泡过双氧水之后的种子 捞出来要用清水洗一下 除了在氧花上的这些用途 还有一些用途跟氧花没关系 但是或许您也想知道 比方说双氧水有漂白作用 能破坏天然色素 纸张织物用它来漂白 食物也有用它来漂白的 漂白之后食品的卖相可能更好 好在双氧水最后分解成的就是水和氧 倒也没有什么毒害 总之通常双氧水就是用来清洗 漂白杀菌消毒 可以用在伤口消毒 环境消毒 食品消毒 等等 而我们在氧花当中用它 杀菌消毒又给氧 是不是很值得考虑一下 好 说了它一堆好话 要说一下注意事项 双氧水不能吃 不要让它遇到高蒙酸甲 这就是高蒙酸甲 别让它俩碰一块 高浓度的双氧水也是能烧伤皮肤的 好在我们一般买到的也都是低浓度的 双氧水是由保质期的 需要注意一下 避光避热 常温保存